補一些細節,我們後面會用到 所以說,任何生物身份的蛋白質 我們都可以找到它負因的基因 基因是在DNA的瘤頻段的內容 基因的使用過程呢,基本的兩道手續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基因密碼先複視一份出來 所以,RNA分子的存在 通常就代表它裡面的 好,整個鎖匙的生物或是內容 多大便 好,我去做 這東西要買 好,我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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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做 好,我去做 所以老外妹的角色 你先暫時就是把它當成是 他是協助DNA 然後先把基因故事一份出來 所以DNA上面基因密碼是原版的 然後老外妹是複製品的 那一般來說 原版我們可以盡量減少它使用的次數 以防它發生什麼意外 然後所以拿著複製的版本出來 假設複製內容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我們再去把基因密碼解除出來 所以你看到多胎上面的胺基酸的排列組合 其實它就反映出基因密碼的排列出去 所以不管你要從DNA或RNA或多胎列 基本上它裡面的內容 就是它裡面的成分的組成 都可以反映出遺傳的特質 所以一般我們講遺傳 要不然就講DNA 要不然就講RNA 那事實上蛋白質也有遺傳的特性在 那多胎跟蛋白質的差別就是一線式的 因為大部分的蛋白質 我們需要它具有獨特的立體造型 然後當你把胎基酸一個一個 穿起來的這個過程當中 其實它只具有一個東西 就是線形的分子 因為它只有那個線條狀的架構 那我們會把這個線條呢 再做成某一個獨特的立體造型 所以成分上沒有什麼大幅度的變動 一般的情況 然後它的形狀呢 就從一條線 變成是一個顆粒 可能就是這個樣子 那這個顆粒呢 是很獨特的造型 所以如果你要講用到大白質這個詞的話 通常是這個東西已經可以用了 那如果你現在只是在談說 那個製造的這個過程的話 如果只提到轉入轉立 其實比較好的說詞是波牌 就是用很多本來的穿 串起來的分子 這樣OK嗎 好 那因為這個架構 我們後面還會再用到 所以可能還是要補充一下 然後接下來 就會這樣 不管你可不可以接受 也只是先這樣子的 然後接下來的問題是 那大白質到底可以用在哪些地方呢 比如說 餐飲代謝 餐飲代謝上面的酵素 對不對 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的最大的特色就是 它需要酵素去碎化 要不然有一些化學反應呢 在生物體內的條件不容易發生 好 所以光酵素基本上呢 就佔了很重要的名利 那我們後面像光河中呼吸之後 就可以讓你看到這個生物體內的酵素 有多麼很暗 然後另外一個 果質進出細胞 是一個很基本的需求 好 所以呢 你們以前就有學過這個概念 有很多東西進出細胞的時候 通過細胞膜的時候 它是需要運輸蛋白的 好 連一個最基本的東西 水 水需要什麼運輸蛋白 對 連大陸的水要進出細胞都需要水中災 好 所以你看 細胞需要這一種工具 要不然的話 拿到養分有困難 排除代謝備物有困難 然後再來 細胞要有接受化學物質刺激的能力 這種工具 叫做受體 然後呢 什麼東西可以對細胞產生刺激 訊息分子這個詞比較好用 那你們一定聽過一個東西叫做基柱 對不對 基柱 賀爾蒙 基本上可以調節我們身體的運作 所以其實它就是一種化合物 可是它可以扮演傳遞訊號的角色 那有傳遞訊號的角色 細胞就要有接收訊號的能力 接收訊號那個能力就叫做受體 好 然後再往下延伸 那你把細胞當成是一個機器也好 一個建築物也好 所以你有沒有一些比較基本的組成成分 有一種東西叫做細胞股價 OK 細胞其實是需要有一些支成分的 比如大家以前背過一個東西叫細胞病 細胞病是外面的問題 從細胞裡面你就要想辦法去把細胞的 基本的架構把它做起來 其中細胞股價就是蛋白質 然後再來拿一些特殊的例子來看 人體的血匠當中有三個很重要的蛋白質 血漿蛋白質是一個隆隆的稱呼 這是指血漿裡面的蛋白質 那至少知道血漿有凝血的功能 所以你會用到凝血蛋白 因為知道血漿有防御的功能 所以我們需要免疫球蛋白 免疫球蛋白是什麼 就是砍 這樣 OK 好 所以還會有很多這種比較特定地方可以去砍的 所以你光這個地方來看的話 我們就需要用到多少種蛋白質了 所以為什麼需要用到20種蛋白質 去排出不同的排列組合 因為你要應付這麼多的需求 唯有豐富的排列組合 可以做出不同的蛋白質的立體結構 然後可以應用在不同的層面 好 這邊 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沒有的話 15分鐘 沒有的話 15分鐘 所以哪一些東西呢 可以分成脂質呢 第一個 可以先從比較簡單的組成來講 像脂肪酸 就是屬於脂質 好 那脂肪酸的話 它其實也是有基酸 可是它有脂質的特性 一般來說的話呢 脂肪酸還可以分成 不飽和 跟飽和脂肪酸 這在廣告上應該都聽過這樣的詠詞 就是他們家的油油啊 基本上還有什麼高度 不飽和脂肪酸 好 那為什麼去強調這個特質 等一下 再來看 接下來脂肪酸大部分的情況呢 不以這個方式存在 它比較常見的是中性質 有另外一個說詞 叫做三酸甘油脂 三酸甘油脂是說 我現在呢 去用一個甘油 因為那名字常常看到這個東西 所以呢 我用一個甘油 然後去煎 三酸甘油脂 所以叫三酸甘油脂 用甘油總共三個碳 每一個圈圈代表一個碳 它用它的三個碳 每一個碳去掛一條尾巴 脂肪酸的話 常見是16到18個碳 常見的不是只有 所以掛上三條尾巴 所以看三酸甘油脂 那為什麼要去強調它中性呢 因為這個東西 它非常具有強烈的輸入水性 跟水是互吃的 然後幾乎是不溶於水 所以在有情況之下 你去測它的pH 就是會測到 不溶於水 所以只會測到中性 聽了嗎 所以你要去強調它這個特質 南溶於水 跟水是故事 所以你去測pH是中性 或者你要強調它成分度 乘是三酸甘油脂就可以 那這種東西一般來說 對生物的主要的用途在哪裡 儲存能量 對不對 以前郭東不是背過嗎 對 一克的脂質 如果完全氧化 可以激動到 就有大卡 九千卡的能量 然後最主 當作能量使用 是一個很重要的 那其他的 可以拿來做為特殊的成分 比如說我們身體的 極速Permol 也有一些會用到脂質的成分 好 然後可是中性質呢 如果我們把它做一個變化的話 它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 好 然後它來修改 含0的字質 用一個比較更簡單的形式 假設呢 我們把甘油 畫成一顆球 好 然後呢 讓它去掛兩條尾巴 就好了 然後接下來 空缺 幫它補一個無記錄 這個無記錄 就是磷酸根 磷酸是無記錄 應該可以知道 好 我們把磷酸根呢 挖到甘油的其中一個碳上面 另外呢 兩條尾巴好流 所以呢 還是有兩個脂肪酸 這個 這個就是一個 含有磷的脂質 所以你看它跟中性質 就差一個地方 犧牲掉一條尾巴 去換一個磷子 那換掉這個到底有什麼意義呢 因為你換掉之後 你現在看喔 磷酸 可不可以容易選 磷酸可不可以容易選 那些碳酸 鹽酸 硫酸 可不可以容易選 所以這種無記錄的酸 常常都是可以容易選的 對不對 那你把這個地方遮掉 是不是不容易選 有喔 剛才講的中性質 很難容易選 那 一個本來很難容易選的東西 我現在呢 讓它掛上一個可以容易選的成分 請問這樣會有造成什麼影響 它就會產生一個超有趣的特性 是這個樣子 就是在 這邊 這個附近 乾油的這個附近呢 它會開始比較能夠 跟水分子共存 所以這個附近呢 就會開始具備清水性 然後 脂肪酸 因為它的碳的數目太多了 16到18個以上 所以這邊呢 仍然會維持 它原來的數無水性 水性的問題來了 如果我把油丟到水裡面 那原則上 油會浮在上層 對不對 水在下層 油跟水的分離 是很清楚的 兩層次 如果你先把磷子丟到水裡面 那這些磷子 怎麼跟水分子 洞存在同一個空間 它就會呈現一個比較有趣的現象 比如說 假設呢 我現在有一杯燒杯 然後呢 裡面是清水 是水麵 這是水麵 換一個拍車好了 這是水麵 然後 因為清水是說 這一種成分 它跟水分才可以高出 可是這兩條黃這裡的尾巴呢 跟水會有強烈的護斥作用 所以 如果說它今天 假設它的密度還是比水還要來得低 然後就會產生一個流區的現象 就是你會看到呢 它的頭埋到水裡面去 然後兩隻腳超高高的 可以記住這個嗎 所以 一個可等性是 你子分子就排在水面上 左朝下 腳朝上 那 OK 齁 那 完這樣也實時也沒什麼太特別的意思 這個成分 剛初 這個一些學者開始去研究它的特性 發現呢 如果你去分析細胞的組成成分 它 它是細胞膜的關鍵成分 這是你們以前國中學過的 細胞膜的成分是指示 其實細胞膜的關鍵的指示是誰 就是你子 OK 可是 用這樣的方式來形成細胞膜 好像不太對 所以後來科學家就開始去研究 因細胞膜到底呢 怎麼去使用的名字 然後後來才發現呢 它用了一個非常特別的排列方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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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細胞膜每次在做一層細胞膜的時候 它就會用到兩層的凝脂 然後這兩層的凝脂 你先去看想像細胞的狀況 細胞裡面成分最多的是水 對 假設它在70%好了 細胞外面扣除掉像我們皮膚這種的話 其實正常來講 細胞外最多的東西還是水 水跟這個不太一樣 這個是下面是水 上面是空氣 所以零子飄在水面上 你看齁 那零子飄在水面上 假設呢 你這樣 讓它有機會自己重新互相這個協調一下 零子的角度 那它們會呈現這個狀態 就是零子這兩層一巴 或者脂肪酸這兩層一巴 它會盡量滴水滴得圓圓的 所以腳朝上就合理 清水的這一口埋到水裡面 因為它跟水是可以共存的 所以如果你讓它有那個機會的話 它可能可以排出這樣的規則性 可是對我們來說意義不大 因為這很難去解釋 細胞膜到底什麼使用瀕子 然後後來呢 他們在幾經研究 從透過顯微鏡的觀察 然後透過那個模擬的方式 才發現原來 細胞膜在使用瀕子的時候 它是總共用了兩層瀕子 那這兩層瀕子呢 因為細胞內最多的是水 所以比較適合的是 你把那個頭 朝內 裡面的那層瀕子 頭要朝內 那外面的那層瀕子 頭要朝外 因為外面水是最多 所以 裡面的瀕子的清水內頭 融於細胞外的水的環境 那你接下來腳怎麼放的呢 腳就必須全部都擺向 對方的那個層瀕 所以你看看 細胞膜的特性 細胞膜的上下表面 細胞膜的內表面是清水槽 然後呢 外表面 還是清水槽 然後這個像三明治創的這個夾心構造裡面 中間這邊呢 是酥水槽 OK 臨時分子之間 原子跟臨時分子之間 只是因為性質相同而靠在一起 他們彼此之間沒有束縛的關係 所以我去做過一個很有趣的試驗 假設呢 你現在想辦法 去把某一個臨時分子 然後標上雞套 某一刻 你會發現呢 那個標上雞套的臨時會在這個地方 也許幾秒鐘之後才能跑到對面 所以 細胞膜上面的臨時分子是會飄的 大家 它是可以熱地移動的 那只是說 因為 因為他們希望 他們要互相依賴 然後 鄰居之間呢 清水靠著清水 很合理 對不對 上下兩層之間 兩隻腳對著兩隻腳 輸水對著輸水 這也很合理 內層頭部往裡面靠 對不對 就是接觸水分子 所以清水靠在水分子上 這也很合理 所以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裡面 只要你不去做劇烈迫害 比如說我有種破裂細胞的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攪拌 好 就有可能會讓細胞破裂 好 所以假設沒有一些明顯的壞力作用的話 你狀認它以一個最自然的狀態存在的是厚名 這個地方 它就會形成這個東西 我們就把它形成為 紙雙層膜 用紙質 兩層共同排出細胞 細胞膜的架構都是長這個樣子 地球上的生物細胞做膜的時候都是用這個方法 一定要用兩層磷子才能夠做出一層膜 如果你只有一層就不夠 只有一層就會產生像那個稍微裡面的狀況 你只會讓磷子 好 單純的一層飄在水面上 沒有意義 所以你只是支撐一層 所以支撐一層在這邊有多意義 這樣 OK 好 記得 因為磷子分子它是可以移動的 所以有一個描述細胞膜的模型寫在這邊 因為磷子的成分是可以移動的 OK 這是流體的特性 然後接下來 因為細胞膜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細胞膜還需要讓一些蛋白質卡在上面 然後幫助物質進出 所以這個蛋白質我怎麼放呢 就是我在這個地方去卡一顆 某一種蛋白質 也許它是一個管道 所以這個時候呢 蛋白質加進來細胞膜的功能 就更完整了 所以蛋白質它是卡在磷子分子之間 如果我們用這個方式來看 這是那個細胞膜 蛋白質就卡在這上面 OK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標蛋白質也沒關係 你去把那個某一個蛋白質 然後呢標上記號 你也會發現這個蛋白質呢 時時時刻正在這個地方 等一下下一秒鐘它不知道已經移到哪裡去了 為什麼 因為它會標 OK嗎 所以先去想像一下 我現在用一個水桶 好 然後呢 倒薄力龍球 把這整個水面乾 那你開始去攪拌這整個水面上的薄力龍球 只要你不是很暴力的方式的話 在你的攪拌過程當中 這個水面上 所有的薄力龍球 會順著你的攪拌過程一直在移動 可是 如果不是很暴力的方式的話 這個薄力龍球 都會一直貼著水面 那個就有點像是這個樣子 當然它是兩層 我剛剛只是用一層這個 保麗龍球來看 所以你看靈質 絕對不是只有能量這個問題 光是地球上的生物 只要是細胞生物都需要細胞膜 只要是要做細胞膜 就需要用到靈質 好 補一下這個 所以它有沒有其他的特殊的指值呢 有 就是像固醇類 特殊的指值裡面像固醇類 你一定聽過一個東西叫膽固醇 有沒有聽過 有 很快 然後 除了膽固醇之外呢 性腺激素 的層次也是固醇 然後還有腎上腺提質素 然後再加一個膽固醇 它可以變形一下 叫做膽固醇 出現在膽固醇 這些都是特殊指值 還有一個特殊指值 不寫的 自己寫下去 就是蠟 蠟其實也是一種 比較複雜的 你看蠟是不是防水 你看齁 好吧 我以為今天可以找到DNA的 OK 掰掰 謝謝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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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掉 免掉